金融市副市长林鸿发与阳明交通大学校长林祈宏共同签署委托协议书 为了帮助金融学子自主学习 金融市政府与阳明交通大学合推高中职数位教学平台 将提供金融市12所高中职学生利用网路平台进行弹性自主与深度学习的机会 让我们的同学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阶段就能够有更广泛的更多元的去探索他的兴趣 跟他所想要去探索的这个领域 这整个中心的想法当然也跟108课纲所接触的就是自主学习 其实自主学习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终生学习 那这个全人教育我想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记者会现场也请来两名安乐高中学生 分享使用EWON数位教学平台的经验 课程的课后也会有一些小测验 可以来检视自己上课听讲的情况 而且因为EWON上面的课程都是线上上课 所以它其实不受到空间的影响还有限制 这门课程也有一些实作的部分 我认为EWON这个平台的教育方式 非常适合现代学生的自主学习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这一次合作定于111学年度开始实施 由阳明交通大学协助金融市这12所 供市立高中职 在EWON平台建立数位教学专区 学生自主选择课程 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学习 完成课程的同学还可以获得 金融市政府与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共同署名的证书 丰富学习历程档案 记者张其滩金融报导